新眼光平台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的新眼光进度 来到了彼得后书的第三章 一到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 亲爱的朋友们 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 在两封信里面 我都提醒你们这些事 来激发你们纯洁的思想 我要你们记得古时候圣先知所说的话 以及我们的主 救主借着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命令 最重要的是你们必须知道 在这末后的日期 有些人受私欲的支配 会出来讥笑你们说 他不是应许要再来吗 他在哪里呢 我们的祖先都死了 一切还不是跟创世之初一样吗 他们故意不理会上帝在太初用他的话 创造了天地这一个事实 地是从水和借着水而形成的 旧的世界也是由水 就是洪水所消灭的 现在的天和地 也同样是凭着上帝的话保留下来的 要等着不幸的人被审判 被消灭那天 好用火烧毁 可是亲爱的朋友们 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 在主的眼中千年如一日 一日如千年 主并不像一般人所想的 迟迟不实现他的应许 相反的 他宽容你们 因为他不愿意 有一个人沉沦 却要人人悔改 但是主再来的日子 就像小偷忽然来到一样 在那日诸天要在巨大的响声中消失 天体在烈焰中烧毁 大地和万物都会消灭 既然这一切要这样的毁灭 你们应该做哪一种人呢 你们应该过着圣洁 虔诚的生活 等候上帝的日子 竭力接触他的领导 在那日诸天要被烧毁 天体在烈焰中融化 但是我们在等候上帝 所应许的新天新地 在那里正义常住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都会问一个问题 世界末日什么时候来到呢 我们除了追寻人生之外 永生之外 还有常常我们会寻求未来的事情 从占卜心术算命 这些的方式 人总是想要用人的方式 来得知往后我的日子 可能会变成如何 但牧师想要问大家 知道了未来的日子 我们就不用努力了吗 知道未来的日子 我们就能够坐享其成 还是自我放逐呢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信息 世界末日何时来 上帝的应许会来吗 在这第二封书信当中 马可约翰想要鼓励大家 透过我们的思考 能够进入一个纯洁的思想 并且也提醒我们 在这个时日会有另外一批 不断在猜测什么时候 会世界末日的人会出现 人想要摆布自己的生命 但是往往如此 就会将主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上帝看我们在世上的日子 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代表着上帝的时间轴 跟我们的时间轴是不同的 因为上帝的时间轴是非常非常的短 因此我们要学习将自己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中 并且努力的传福音 为什么 因为后半段告诉我们一件事 上帝是因为怜悯我们人 还有很多人还没有相信上帝 上帝不愿意让一个人沉沦 第九节说 主并不像一般人所想的 迟迟不实现他的应许 相反地他宽容你们 因为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 却要人人悔改 因此我们更是需要进入到 那成为基督徒的角色 行出那角色的力量 而非只是一个有名无实 这会对我们的身份非常的可惜 以及不负责任 但我们也需要有一个警醒的心 因为上帝的日子什么时候来到 确实没有人知道 经文说会像小偷一样 偷偷摸摸不吭声的来到 当上帝的日子来临的时候 旧的天地就要过去 来到一个新天新地的日子 在那日诸天要被毁灭 天体要在烈焰中被融化 崭新的开始就要来临到 因此我们在这段时间 我们在等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再来的时候 我们要把握时间去传福音 这也是为何近几年 许多的教会在推广多媒体宣教 如此的尽心竭力 因为相信透过网路更是无远佛界 可以让距离缩得更短 让速度传递的更快速 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学习 用媒体来传扬上帝的话语跟喂养 但更重要的是 在其中也充斥着很多假教师 因此在我们的教会 在我们的信徒当中 我们对于神的真理 以及基要的真理 我们需要更加的坚定 更加的清楚 我们信的是什么 并且我们能够把人 带到上帝的面前 也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 求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我们的身份上面 我们能够有责任 我们能够有负担的 将正确的福音 能够来传递给需要的人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主 祢的话是那如刀一样 两刃的剑一样 刺入剖开在我们的心中 主啊 但如今 在我们的这个时代 也有许多的假教师 充斥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甚至是我们的教会里面 主愿祢的圣灵 恳求帮助我们 在读神祢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能够明白 我们能够扎根 分在上帝祢的真道上面 主让那些不属于上帝祢的 上帝祢都亲自的来 为我们来剪除 主也愿祢亲自的掌权在教会的里面 让我们所求 所想 所穿 都能够是符合神祢的心意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 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 Amen Amen